莊家称威廉早知道哈利出书,哈利在和王室玩游戏,最新民调结果。 目前在英国5频道播出的纪录片《Meghan at 40》的《Claim to Power》, 美根的生日是8月4日号,节目将在7月24日周六晚上9。 三十分播出王室专家Tom Quinn 认为, 梅根接受奥普拉访谈新手将自己与王室关系的桥梁烧毁。 汤姆奎恩在节目中表示,奥普拉访谈时,当时的梅根很生气,不安。 而梅根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认为当他嫁进王室后, 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一些事情,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但他发现自己的想法不可能实现时,他开始反对王室的一切。 当时他认为奥普拉访谈是他唯一可以复仇的方法。 汤姆奎恩认为现在梅根应该很后悔,因为两人在与王室分裂的路上越就越远。 汤姆奎恩在节目中也谈到的哈利初书一事,他表示哈利虽然仍在美国, 但他永远不会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因为他是王子。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而当他有一天对于初书一定后悔。 王室记者Ashley Pearson,艾斯利皮尔森,女士也认为梅根故意带哈利远离王室。 哈利在王室期间一直受英国人喜爱,英国人并不希望看到今天哈利被判者的形象。 现在仍有大量的英国民众认为,哈利终有一天会回到英国。 Jolito,女王杂志的主编,他对《卫报》说, 哈利的书会聚焦戴安娜和她自己在英国军队中的十年生涯。 Lito先生认为哈利的书,内容是trouble,可能会带来糟糕的阅读体会。 因为无论是戴安娜还是她自己在王室的生活,都是悲剧也是恶魔。 哈利今年两次回国,一次是4月份亲王葬礼,一次是7月1日的戴安娜雕像揭幕。 在戴妃雕像揭幕上,卫廉哈利的表现完全不同。 卫廉的表现有些垂头丧气,而哈利手舞足蹈,两人形成鲜明对比。 王室专家Molly Moshin在美国王室播客上暗示,带安娜雕像揭幕时。 卫廉可能已经知道了哈利将出书一事,两人在雕像揭幕当天早上。 有短时间的交流,也许在那个时候,哈利已经高能预警。 提前向威廉透露自己出书一事,所以威廉当天的表现才会那样。 王室专家罗伯特·乔布森认为,现在的哈利在和王室玩游戏,当他谈到女王时。 哈利会表达对女王的喜爱、尊重等赞美之词,但他同样可以在同一天。 甚至马上宣布类似于出自传这类伤害王室的事。 前后反差明显,所以明显的他是在玩,和王室在玩游戏。 梅根上个月出版的图画书The Branch,在美国排到儿童读物的50名。 但在英国没有进到前50排名,第一周之卖出了3212本。 全书有40亿,定价12.99英盘,在英国刚一上市就以9.9英盘降价出售,现在美国也大量积压,售价10磅出售。 而哈利的新书还没出版,但已有三分之二的英国人表示不感兴趣。 超过三分之一的英国人,认为哈利不应该出版自传。 最新的UGOV调查结果5808人身语10分之1的参与者表示哈利不应该出书。 大部分人表示不会买,40%的人认为哈利写书的决定是错误的。 二哈利王子写回忆录,称不屈女王同意,遭王室成员谴责出卖血亲。 英国哈利王子Prince Harry与妻子梅根,马克尔·梅根·马克尔·梅根·马克尔·马克尔·马克尔于2021年3月接受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专访时,控诉英国王室。 把与英国王室的矛盾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后又通过一系列访谈报出大量真相。 两人仍意犹未尽,近日又传出哈利王子在秘密撰写回忆录。 计划2022年出版,并认为出书仪式不需要经过女王同意。 恐怕是自断2022年回英国庆祝祖母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位70周年之路。 哈利王子从2020年就开始写这本书,出版商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证实。 已买下哈利王子回忆录的版权,出版已完成。 预定2021年10月结稿,内容提及哈利王子童年,服役。 以及在阿富汗战场上的日子,出版社称这些文字轻易而真诚。 哈利王子的回忆录至少会获得2000万美元的预付款。 这是文学史上金额最大的回忆录之一。 综合媒体报道,哈利王子透露出书计划,暗示会有许多在接受奥普拉专访时来不及说的话。 更多的秘密,委屈,会在书中全部吐露出来。 据说,女王,查尔斯王子和威廉王子被哈利王子完全蒙在鼓里。 哈利王子并没有事先告知王室此事,父亲查尔斯王子的亲近人士透露。 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很惊讶,是周一看到新闻才知道。 在此之前,哈利王子已经秘密地和普利策奖获得者J.R. 莫林格J.R. Moranger一起写了一年的尚未命名的回忆录。 不过,哈利王子的发言人声称,哈利王子在出版回忆录这个消息即将公布于众前几分钟,把即将出书仪式告知包括外祖母女王。 父亲查尔斯王子或哥哥威廉王子在内的家人,由此可以看出。 在7月初哈利王子在伦敦协同哥哥威廉王子为母亲戴安娜王妃的雕像揭幕时,他与王室的关系并没有改善。 2021年7月21日,哈利王子的发言人宣布,哈利王子认为出书仪式不需要经过女王同意。 据称,这本回忆录的署名是哈利王子,苏塞克斯公爵。 对此,王室成员谴责,哈利王子出书是以牺牲他的血腥为代价来赚钱,并认为哈利王子选择在2022年出书。 他和梅根2022年根本别想回英国庆祝女王就为1970年的庆典,破坏和乐的气氛。 还有资深王室工作人员表示,哈利王子和家族的关系,算是彻底崩坏了。 英国名嘴皮尔斯,摩根·皮尔斯·摩尔根在《每日邮报》MailOnline最新专栏中敦妇女王摘掉哈利王子和梅根的所有头衔。 称这本书太过背叛,并指责他们把女王陛下永不抱怨。 永不解释的局势文明的座右名变成了永远要抱怨,永远要解释。 永远不要停止唠叨,抱怨,说教和诋毁你的家人。 哈利王子则表示,我写这本书不是以王子的身份,而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男人的成长历程。 他透露,一直以来他所说的话和文字常常被过度解读或曲解。 因此他想亲自诉说自己准确且完全真实的故事,包括高潮、低潮、错误和兴趣的教训。 在写回忆录的过程中,哈利王子不觉得自己是个王子,而是经过那些生活经历锤炼打造出的那个人。 在过去的18个月里,哈利美根夫妇一直在做着他们向女王陛下保证不会做的事情以他们的王室生活经历和王室成员身份谋生。 现在,王室成员们恐怕要为这本书2022年的出版忧心了。庄家预测 庄家们预测这本书将会是哈利王子把自己打扮得楚楚可怜,不断反省自己的精神问题。 并为他退出王室生活找更多的借口,这也是女王。 查尔斯王子和威廉王子最不想听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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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